掌握的是东南亚的动态 首先要看到是大米点压舞弊案 被告之一 前泰国的商业部长温松 他在入狱服刑六年之后 获得泰王特赦减刑假释出狱 而至于剩下的刑情 他还是要佩戴电子脚僚 长达三年五个月 泰国工业部积极推动 打造东协可可中心 连结旅游业创造收入 而制定了三年的实施计划 促进从上游到下游 可可产业发展 也使它成为地理标志产品 泰国手机号码竞争拍卖 因为运情停办了五年之后 是首度恢复 而九个八这手机号码 最后是一千万珠拍出 这一次一共拍卖了 三百一十个手机号码 收入来到了一亿一千九百 一十七万三千泰珠 而泰国商业经济研究和发展研究所 以及日本的健康研究院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合作研究促进温泉产业的发展 也要推动成为全球健康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柱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誓言在年底前终止离岸赌博产业 移民局就呼吁离岸博弈的外籍渔工 要在员工在年底前离开菲律宾 否则将会被驱逐出境 而且列入黑名单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请继续 odi